冷氣師傅裝室外機身體穿越外牆 直接倒掛 另外一個人手抓褲頭 把手當成安全繩 超像蜘蛛人 這位師傅直接趴在頂樓 探頭看室外機裝好沒 裝冷氣彷彿表演特技 陽台外懸空作業讓人捏拔冷汗 師傅裝冷氣冒著生命危險 在外牆打動安裝支架 有些支架一經老舊生鏽遙遇墜 冷氣和支架掉落砸傷人 不是沒發生過 甚至奪命 根本上演絕命終結戰 真的超危險 許多人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造成死亡的狀態 安全鎖 安全帶 還有安全帽 這是必然在高空作業 一定要的一個配備 冷氣業者示範高空作業 施工SOP 一定要穿全身的安全繩 頭戴安全帽 如果冷氣裝在大樓外牆 高度太高 還得出動吊車懸掛 但公務局表示 最新建築規範 室外機不得外掛 安順的時候一定要 下面一定要進空 一定要做警戒 不少民眾為了讓陽台空間 不被室外機占用 掛在外牆上 施工師傅為了使命必打 像蜘蛛人一樣懸掛在外牆 讓人看得心驚驚 公務局表示 冷氣機裝在外牆上 都是小微艦 目前勸斗改善 但颱風季快要來臨 要是真的發生公安意外 實在可怕 這台南嘉義綜合報導